夏天正正是芬衣草盛開的日子 除了去南法之外 倫敦近郊都有幾個地方可以看到芬衣草 今天就帶大家去看看 這個芬衣草場超大 佔地90英里 還值超過35種不同品種的芬衣草 其他芬衣草場特別之處 是有一個野花草原 雖然花不是長得特別高 但有很多不同品種 很漂亮 我覺得整個芬衣草場 每個位置都是打卡位 走完芬衣草完之後 旁邊有一個手信店 有很多由芬衣草製成的產品賣 例如有芬衣草油、香菌、乾花、乾花包、番茄、蠟燭、茶葉等等 總有一天適合你心水 買完手信當然要吃東西 手信店旁邊正正有一間餐廳 有很多芬衣草的食物賣 我試了一杯芬衣草茶 我覺得很好喝 因為它的芬衣草味很濃 另外一杯芬衣草雪糕 它的芬衣草有多漂亮 而且有些一粒粒的芬衣草在裡面的雪糕 它的味道不是很濃 但我覺得它有少少芬衣草味 所以也不錯 之後我試了一杯芬衣草 芬衣草 芬衣草很好吃 但它的味道不是很濃的芬衣草味 如果來到芬衣草的話 就一定不要錯過這個地方了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Mayfield 這個芬衣草原是為人最熟悉的 紅色電話亭是它標誌性的景點 它還有手信店和餐廳 下次來我就很想試一下它的芬衣草 最後一個地方叫Hitron 芬衣草原 我在倫敦第一個去的芬衣草原 所以我對它的印象特別深刻 它特別之處是有一個很大的太陽花園 超美啊 太陽花和人一樣這麼高 我覺得很值得去 其實芬衣草原怎樣都這麼漂亮 你叫我三個選一個 我真的選不到 因為每個都有特色 所以年年的夏天我都會選不同的芬衣草原去拜訪一下 記得7月頭至7月中是花開得最美、最貌盛的時候 一定要把握這個黃金時間 拍多點美照